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差点被他发现 他人 我们趁这个机会 找到小明哥还有白姑娘 还有阿月 这是 在抽风 太好了 扛着这么大个东西 想躲开它 很麻烦的 真重啊 品兄蜻蜓 你就不能寻下笨蛋老虎帮帮忙吗 妾身拒绝 不准把这种黑大粗的东西塞进来 对了 爹爹说过 要把绍号骨藏起来 有点超啊 星火岛已经无人可用了吗 居然连小孩都派上了战场 光影蜂鸟不知怎么会射失灵了 想换个对手都不行 喂 小孩 你 爹爹说 赶架又干脆利落 别嘴炮 好疼 爹爹 爹爹你干脆啊 我还小不想死啊 别杀我 我还是个孩子 算你走运 我不杀妇儒 快滚吧 爹爹还说过 要是对方很强就装弱 趁机 是阴招 听起来 你爹爹很卑鄙啊 不过 他没告诉你吗 就算会耍下小把戏 弱者始终是弱者 哎呀 已经打起来了嘛 看真是 是雁鹤那小子 快把我放下来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当然是 去找你选定的剑士嘛 别乱说 什么剑士啊 等等 你为什么会知道剑士 你到底是谁 快到了啊 三 二 一 零 阿玉还给我 走 挡住他们 别让叛匪靠近主杖 区区下剑倒民都能乱我营地 砸着麾下 都是群废物 丢了我的脸 等咱把你的脸踩在地上 你就不觉得丢脸了 哼 死人呀 保护你的高手都出去了 居然装得很淡定啊 哼 还敢笑 这美皮眼的阴阳人 咱这就让你尝下 什么叫杀骨大的拳头 这么轻的拳头 也想触碰到咱家完美的肌肤 好硬 这是什么 硬性的硅壳子嘛 咱就不信撬不开了 兄弟们上 一起拆了这壳子 走 靠霸子 怎么办 打不动啊 吃饱了 哼 都没吃饱饭吗 一个个 又气没力的 死人要 就知道躲壳子后面 有种来争斗真枪打一场 哦 既然如此 那就 如你所愿 是大岩村的人 被揍得好惨啊 不是让陆大力他们好好的去投降吗 啊 是死路 这 何地飞过去都来不及 混沌剑神第二集 剑神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碾压主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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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